这一题是广义三角函数的应用 那它的题目呢是要我们去算出cos0度加cos1度加 一直加加加加到991 一直加落到cos360度 那我想这一题的话基本上看起来有点复杂 但是我们只要抓住基本定义 也就是说广义三角函数的精髓在于三个字抓坐标 那如果能够抓住坐标我这边稍微复习一下 就是以cos来讲的话呢 比如说这边我们会做一个单位元 一个单位元在这边 那我们在这边画一个点 点这边就叫A跟B 那在这边画下来的情况之下 以第一向线为基本 我们来把这个整个广义三角函数的理论做一个完整性 那这边就叫做A,这边叫做B,那这个叫R 那因为它是单位元 就R的E,那不管怎么样 那R就是所谓的根号的A平方去加上B平方 那以这里当作出发点来看的话 这个是C塔角的话 所以cos的C塔角就是R分之A坐标 也就是R分之A 那A就是X坐标 所以对cos来讲就是抓X坐标 那有了这个基本观念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去开始讨论这一体 那以这一体的话 我们用直角坐标画完之后 去做它的角度 以X轴来讲的话叫做0度 这边我们稍微给它说明一下 这里叫做0度 那这里叫做90度 逆时针方向 这180度 再来270度 然后同界角360度 那这样子呢 我这个圆呢 一样我们用化的是unicircle 就是单位圆 也就是说它的半径是1 那既然半径是1的情况之下 我们在做抓坐标的时候 分母就是1 那分子呢 因为cos是抓X坐标 所以分子就是对应下来的X轴的大小 比如说我们现在来看cos0度 cos0度 当然就是在这边 那它的X轴因为这段程度是1 所以我们就马上可以知道cos0度呢 它的答案就是1 因为它在这边的话呢 这长度是1 那这边的角度是1跟0 那抓坐标就是长度是1分之1 那cos0度就是1 那现在我们要去解决的就是说 这么多角度加在一起 该怎么样去做很逻辑性 跟完整的有理论的基础去做判断 我们就来看cos的1度呢 它是慢慢的上升 我们就假设上升到这边 因为1度很小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画得很精准 假设这里就叫1度 这个地方叫1度 那我们在1度这边 对应下来的X坐标 我们假设就叫做A 再来 这个叫做1度 那当然我们会有个对称的 那对称的往这边180 往上1度就是179度 所以我们假设这边有个179度 对到这边 那这个叫做179度 那179度呢 我们对应下来的这个部分呢 这个对应下来的部分 两个是一样的 所以它叫做-A 那A是大于0的 那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cos的1度呢 因为就是长度1分之A 所以cos1度就是A 那cos的179度就是-A 所以很明显的这两个角度 如果cos179可能是在这边 因为某一个范围 cos179度 那我们就可以很确定的 去把这两个去做一个叫做 消掉 抵消掉的动作 从这个理论基础 逻辑上来看 每一个都会有每一个去跟它对应 所以两度 会跟两度的去做抵消掉 因为它们对应下来的可能是B 再来这里是-B 当然B是大于0 那一样的 依此类推到最接近90度 这边会有个 89度 那这边就会有一个 91度 那89度91度 这两个又会互相抵消掉 所以这两个又互相抵消掉 所以整个理论来看的话呢 它就等于好像孔雀开平一样 互相抵消 两两抵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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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边下半部也一样 都是在做两两抵消 所以呢 每一个抵消完之后呢 会剩下谁呢 剩下坐标轴 那记得啊 坐标轴它是从0出发 这一根出发 加上这一根 加上这一根 加上200系数 再回来再回到原点 所以实际上 原点 0-360度 都是同界角做了两次 所以等于说 0度呢 会跟180度抵消 因为它是1 它是负1 那再来这个是0 这个是0 那就多了一个这样 360度 所以呢 每一个都消掉了 比如说这边会有一个这样的cos的359度 假设是这个359度在这里 它就会去更一个181度做抵消 所以它会跟180度做抵消 所以每一个都是抵消 这个是0 所以最后只保留了一个数字 叫做cos的360度 所以答案 因为360度是1 所以最后答案就是1 那这一题就是这么的简单 你只要对基本的观念 不用背太多公式 一定要完全了解它的图形 还有呢 广义三两横数的它的基本理论基础 就可以轻松三秒钟之内结束这一题 好加油